这个病人接软者的资料跟 他的健康检查的资料 跟这个四轻人一并寄给卫生署 那我们自己审核够了 卫生署再看过也没问题 那他就会发一张执照 那问题来就是说四轻人怎么去申请 你必须要跟四管婴儿中心拿一张证明 去妇纪事务所 因为一般妇纪事务所他只给三轻等 那到四轻等除非你有证明 或者说他们不给的 所以就是说要证明说你是要 因为要做这个试管婴儿吗 通常现在护生署手除非第一次办 或者看到那张大概就知道 那通常比较体贴的或者是说 护生署手他们看到那张就 比较有经验的 他们有时候会把我的病人 带到一个房间然后跟他讲说 你什么时候来哪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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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开始这个在实施的时候 的的确切我的病人有时候来跟我哭示 就是说他去哪个护生署手 那护生署手说 这个某某小姐她是要来这个捐软的 讲得很大声这样子 那病人说他的那个脸因为护生署手人很多嘛 那他头部要往哪里钻 因为有时候据软接近你要考虑到他们的心理的感受 他很不想让人家知道 所以不过这种个案我的病人来跟我讲过一次 所以我就觉得相当不妥当 不过因为有时候这种业务刚开始在护生署手在做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点不了解 那现在慢慢大家知道说看到这张就是要做这个 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尽量帮病人保持他的饮食 因为毕竟要走到这条路的病人其实是有他们不得不的苦衷 所以大家要是有心酸的 要将心比心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清等的表格长什么样子 四清等表格是一个很大的一张差不多 来看一下影片 对这么大 差不多一张A3的纸 或者两张A3的纸合并 那有时候四清等不够的话 你要两张这个合并的话 那两张之间贴好还要盖七红张 你看这么多 那你往上推爸爸妈妈再往上推子父子母的姓名跟身份证 那有些病人就说 哇可是护生事务所没有给我到哪里哪里的资料 那你就直接在上面写说 因护生事务所无法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那这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这个资料是护生事务所给你 那护生事务所如果说没有办法给你完整的话 那你就是要写在明理由 那如果说像我有时候碰到 最近出一个个案是国外来的 就是说太太是英国人 丈夫是加拿大人 那他们的亲等都最后可以写 写到爸爸妈妈兄弟 另外他丈夫也是爸爸妈妈兄弟 那他们都是外国人 所以根本不可能跟我们国内的约乱者有四清等 那上来他们就写几个人名都写上去 那这样子他就写说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不可能 那他事实上他还找不到资料 国外可能也没有说像我们护生事务所这么齐钱 那我们的护生事务所好像从民国五十八年之后 全部都电脑建的 五十八年之前可能 在早期在办了说我的病人去护生事务所 他说我还发动我的亲戚器帮他们找 从那个仓库沾出来还会 还有灰尘 你早期的那个 那种成年的资料 早期的户口资料是用毛笔写的 日记时代用毛笔写的 这个大概你现在看惯这种电脑打字表格 大概就觉得很奇怪 刚刚办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病人每次都打一堆 厚厚一点 那我常常说你不用拿过来 你只要把他资料填进去 那现在大家学聪明就是 只有薄薄的一碟 那五十八年之后一定拿得到 而且好像我的病人是说 比方说我的护生事务所 比方说我在彰化 那我今天是在台北做试管银饵的话 或者说我护生事务所是在台北 我在彰化做试管银饵 那其实可以在彰化的护生事务所 不一定要回台北去找 他在电脑连线嘛 是可以 所以现在电脑连线就很方便了 不一定要回到原来的护生事务所 有的人想说 你回到护生事务所在地的 那个护生事务所在地的 那个护生事务所在地的 大家都认识 对 是 好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呢 先进行到这边 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电话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 电话04-7260-678 我愿用心使您更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 跟大家探讨的是 借卵生子成功的个案 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师傅产科医师 蔡峰博 蔡医师 好继续呢 我们再请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两个这个个案 我们看一下换灯片 那这个案例是39岁不印证13年 就是26岁结婚嘛 也是一个卵胶走碎的个案 大概借卵不外敷卵胶走碎 不然就是高磷 那极少数人就是说染色第一场 那他借卵生一个 这个好像是在我们彰化相亲 在最佣剖产的 那他因为高磷就做洋水 他还做洋水串刺 因为做产检的 他没有跟做产检的医师 说他是借卵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其实可以不用讲 可以不用讲 对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做那个洋水串刺呢 就是他 应该是照年轻的 就是抽血有一场在做洋水串刺 不过他就当作是高磷胶去做 下一张换灯片 那这是一个38岁不印证9年 跟上面那个个案有点类似 也是卵胶走摔 那他就走场的胚带比较多 双胞胎 而且是双胞容红胎 很奇怪就是说 我们在做四管婴儿病人后 他常常 口头 我就用做民意调查 他们比较喜欢生双胞胎 那有时候我们会跟他闲点就说 你为什么生双胞胎 双胞胎有时候会有早产 他就是说我做四管婴儿 你是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神 你是花这么多的费用 那如果说双胞胎的话 我所有的费用除以二 就是比较少了 比较划算 我想这样也对 那而且就是说就生产这件事情 其实是充满危险历史 每次生产就是一次危险 那你一次双胞胎 大致是剖产嘛 一次生产跟单胞胎生两次 就生产这件事情来讲 这个女性暴露在生产的风险 一次生产会低于两次生产 生产是充满危险的 所以我们他也不是说 就是其实是在非常精准的 在描述生产的这件事情的风险 所以生孩子除非就是说 你要兜子兜孙兜狐瘦 生很多个或者的话 其实生产是危险的 以前常常没有妇产科的时代 就是有时候孕妇就难产而死 那种产婆皆生 或是自己生的很多 就生产出来 然后就血崩 在以前这是常有的 我们来看下一段影片 好 刚刚有提到说要去法院公证 其实公证不一定要法院 法院当然是一定有的 就是 那还有一种律师是 所谓的民间的 这是跟我们医院合作的一个 在职修路一个郭律师那边公证 那他们公证就是说他公证的时间一定是跟法院同步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下午三点以前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曾经有过一个台北病人来 他就同医师上面后面就盖一个公证的印章 他说我就说你这个怎么会跟我的病人像我一整本不太一样 他说因为他看那广告招牌他有公证他进去 有一种人就是他也不是律师 他也不是法院人士 他就可以公证 这个我不太了解 但是具有法律的效率 对对对 那其实公证就是说我们 你拿我们医院同医师过去 然后他们会验名证证 就是说你们夫妻本人去 拿身份证跟身份证的证本 那比方说我们的律师他会核对 所以就说你们夫妻要做出这个 那这些同医师你都了解 然后他可口盖上 那他会三本这个公证本 一本换法院 一本换医院 一本病人保存 那所以这个公证其实是在让你了解 就是说人工生子有他的一定 会有一定的风险 一定的外孕 一定的流产的比例 胎儿有可能一定的比例会有先天性异常 那这个你要事先要知道 不要说发生的时候 再怪罪医疗单位 因为即便是你自己卵子 自己的精子怀孕 还是有可能会展示你异常 所以这种 如果说借卵子或借精子 所生的宝宝 遇到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概括承受 可以这样说 所以不能说万一说生下一场的小孩 你要弃养他这样是不行的 这是人性 如果说你今天夫妻自己卵子 系精子生有点异常 他会觉得说 这次是我自己的种 那今天如果借卵借精子 所生的小孩子 发现过程被检查是有异常 他第一个一定说 这个是某某医疗单位 当初在做检查的时候 没有认真检查 所以让我产生这个不正常的宝宝 其实不是 借卵借精子 我们人工生之后 都有一定的审核标准 去审核这个人 是不是过健康 没有传染病 那经过这一关以后才能够进入 肩软和健康的程序 所以基本上可以肩软肩精 你其实可以蛮荣耀的 就是说 都是代表他健康的 我很健康 我没有传染病 我没有艾滋病 没有梅毒 没有鼻肝 没有膝肝 没有糖尿病 没有磷病 没有披药 这些都没有 没有肌肌 对对 以前还多一个肌肌肌病毒 所以这个要捐卵的人 他其实在捐之前 也都要做一连串的检查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来找我们 找我啦 找我或我的医院来做捐 捐卵或健康 很辛苦 你还要被接受精神科医师的审查 跟我要帮你验展设体 因为我对于健康健卵 审得非常严格 我们希望尽可能 帮不运动夫妻 找到最好的捐卵者 跟健康者 能够孕育最健康的宝宝 那这种情况下 染色体的检查 跟精神科医师的评估 不在人工生猪法的 筛检的范围 但是我们医院 都这两道成绩是在把关 我意外发现 就是说曾经有三个捐卵者 被我发现了忧郁症 那忧郁症 你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我跟他在讲话也看不出来 那精神科医师一看就出来 那我们就婉转就叫他说 你的报告卫生署没有通过 就把他秉持在外 那我常常跟病人就说 如果做这个忧郁症 我把他收进来 那捐卵 那你也生小孩 很高兴读大学了 结果忧郁症一发做 从楼上给你跳下来 那岂不是十八年都不吃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精神科医师的审查 跟来设定 就是美国方面是这样做 那我们看美国我们参考 那不过这个是 因为他染色体的检查费用药病人负 我们看下一段VCR 好 这个跟第一段一样 就是说捐卵子要打症 那你或许说 借卵子要不要打症 也要 他要打的是黄体素 就是说 当捐卵子在打破卵子那一天 这个接受卵子这个人 不认证 就是说要跟人家伸索借卵子这个人 他就是要打油症的黄体素 黄体素是蛮痛的 这个不是 凡是可以打肚皮的 绝对不是黄体素 黄体素都不是打所必打 不然就打屁股 因为它是 它是油溶性 所以打完时候 要能够揉的地方 像屁股 屁股的外肃分之一向线 或者是说 我们的那个背部这个 脊柱比较多的地方 可以可以按摩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要捐卵的 或者是要借卵的 通通都免不了要打症 对 只是说捐卵者打的是排卵针 那借卵者打的是黄体素 那如果说你真的适合 不喜欢打黄体素也没关系 你用别的黄体素也是一样 不见得要打架 我们看下一段VCR 好 那这个是动禽技术 通常捐卵者 尤其是卵巢早甩 或者是停经的妇女 她如果要捐卵子 就要这个药物要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要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 来增加胚胎卓床的几率 那通常以前的动禽技术 大家惯用的 其实有很多种厂牌 那以前大家喜欢用的